秋天的山药是个宝 很多人都不知道把山药用刀拍碎 出锅就是全家人都爱吃的早餐 做法特别简单 而且很有营养 首先把去皮的山药用刀拍一拍 拍碎一点 然后用刀再剁一剁 这样大小更加的均匀 剁好之后装入祖传的大碗中 加入50克的面粉 用我家黑色的筷子充分的给它翻拌均匀 搅拌好的状态 像视频中这样 一粒一粒就可以了 不要粘连在一起 搅匀先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西红柿 底部插上一根叉子 在明火上给它烤15秒钟左右 西红柿皮就会变软 自动开裂 然后把皮给它撕下来 用这个方法给西红柿去皮 特别的简单 然后再用刀给它切成薄片 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碎钉 切完装入盘中备用 下面再准备一个小碗 里面打入三个母鸡蛋 用我家黑色的筷子顺着一个方向将它搅散备用 再准备一把自己爱吃的青菜 我用的是生菜 先切成条 再切成小块 切完装入盘中备用 最后准备一小块生姜 用刀给它拍扁 再将它剁成比较小的姜末 一把小葱切成葱花 挤拌大蒜剁成蒜末 然后装入小碗中备用 锅中油热 放入葱姜蒜 爆炒出香味 尽量多炒一会 把食材炸香 这样就吃不出生姜的味道 然后再放入切好的西红柿丁 加入少许的白盐 把西红柿翻炒出沙 倒入半锅清水 盖上盖子 大火把汤汁烧开 水开之后倒入山药丁 刚放进去 先不要动它 煮上30秒 然后用筷子将它打散 煮上3分钟 把山药煮熟 接着淋入蛋液 刚倒进去 先不要搅动它 等上1分钟 让鸡蛋完全定型 这个时候 轻轻地搅动一下 漂亮的蛋花就出来了 加上一把生菜 调味加盐 加入一点松鲜鲜 再加点胡椒粉 生抽 香油简单地 给它搅拌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哇 闻着好香啊 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然后将它倒入大碗中 这样做的山药疙瘩汤 营养非常的丰富 汤鲜味美 我家三个挑食的女儿都爱喝 用来当做早餐非常不错 如果你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在家试试吧